随着中年人越来越逆临 青少年也越来越早熟 这一代青少年虽然像足了成人 却少了大人的犹豫 多了青春的魄力 是勇于尝试的赶死队 在西方国家 许多中小学生乳秀未干 就已成了身价百万的企业家 校长都得靠边站 在韩国 青少年的散户投资者 已经占据韩国股票交易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 年仅12岁的全哲男小弟弟 从去年买股至今 就已经收获了43%的丰厚利润 有望成为韩版巴菲特 在网络媒体蓬勃发展的中国 则有不少青年把爱好当饭吃 进军了网络媒体 晋级成为了百万粉丝的超级网红 而他们圈粉和变现背后的策略 可说是各有千秋 中国景点 小时候若能写出一首好字 顶多就被老师夸奖 同学羡慕 但如今已经养成了一票 手写网红的学生 他们不但在网络平台上 圈粉以及变现 同时打造个人IP 创作了不少如云潮体 奶酪体 等等具有校园风格的原创字体 整期不再是重点 个性才是卖点 原创字体配上青春初恋 偶像语录 歌词等文案 做成字帖 完美收割同学们青春期的幻想 除了手写网红 也有具有绘画天赋的05后学生 通过分享自己主题性的设计 圈粉 在出售图本 以及联手商家 制作并售卖商品 名利双收 05后的网红熟悉网络 善于表现 同时父母也愿意为他们 掏心掏肺 抛腰包 现年16岁的周楚纳 近年在中国就成了整形网红 他曾分享 自己曾经因为遭同学霸凌 缺乏自信 13岁便开始整容 15岁未满就已经整容超过100次 花了父母400多万人民币 也曾堪称自己是全国年龄最小 整容最多的人 即便网民骂声一片 却仍然愿意追踪吃瓜 令他缺下百万粉丝 另一名杂钱的05后网红 则是长相自然甜美的 罗莉塔博主 夫人不吃鱼 他凭借一支变装视频 在抖音收获百万点赞 一夜爆红 但视频中 看到的每一件精致汉服 校服 特别是罗莉塔服 都是出了名的贵 不得令人感叹 这确实是别人家的孩子 现在中国青少年 不但愿意为网红爱豆的梦想而努力 也善于建立虚拟关系 来放大自己的光圈 通过像QQ的社交软件 他们主动与他人互动 不但能够找到 居住在同个城市的好友成团 还能找到其他网友 建立虚拟家庭 并通过转发 点赞 增强彼此的星光 童振或许留在互联网之前的年代 但早熟 或许是面对多变的世界 最强的生存本能 令 Yahweh 有份 佛 宁钰